採訪兩妹零私隱 記者慘變監等 一回酒店房就見到陌生人裝飾 都別說不怕 美國默克萊齊報 北京辦事處負責人 Tom 日前回到酒店就見到這一幕 他本能反映馬上拍下 還質問對方搞誰 不過對方笑一下就走了 而房內多個按鈕和插頭都被人移動 有諸華根20年的記者說 當局有能力隨時監控記者 親身上門搞就少見一點 除了Tom之外 全國兩會開幕前陣 多間在北京採訪的香港傳媒機構記者 Gmail account 都幾乎同時收到一封 看落次修改密碼的通知 實質是套取用戶資料的釣魚email 聽說有記者按了email連結之後 就輸不到account 電腦專家相信入侵者是一個團隊 主要是想拿到記者和受訪者的聯絡資料